据环球网6月7日报道 薛安利第三次动用了一票否决权 阻止欧盟发布一份涉港声明 薛安利方面表示 欧盟对中国的制裁是毫无意义 狂妄和有害的 欧盟已就中国发表了多项声明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项声明被证明是成功的 从今年4月份起 欧盟方面一直尝试着要发布一份涉港声明 在后来的三个月内 薛安利方面三次动用一票否决权 阻止欧盟通过这项决议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伯杰表示 薛安利政府有些做法十分过分 他还呼吁欧盟进行改革 取消一票否决制 改用合格多数投票制 从目前欧洲的形势来看 德国法国等欧洲大国掌握着欧盟的话语权 薛安利在一对二十六的情况下 站出来为中国发声 否决欧盟企图干涉中国内政问题的决议 这样的正义之举值得为之鼓掌 薛安利是第一个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协定的欧洲国家 同时也是欧洲第一个 推动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国家 在第二轮疫情爆发期间 薛安利第一个引进了中国疫苗 国家总理欧尔班更是率先接种了中国疫苗 未来该国还将在本地建设疫苗厂 用于生产中国及匈牙利本地开发的疫苗